哪種做法 能培養小孩 尊重他人 父母做了及時道歉 還是哭鬧時先不理他 可以培養小孩 尊重他人的習慣 及時道歉 我比較是屬於 所以你有沒有選第一個呢 因為理性是告訴我說 錯了要道歉 可能比較是培養小孩的 一個正確的方式 但是我的感性就會覺得說 今天晚上九點 東森綜合台 全民新攻略 合唱